好 接著跟各位講一下為什麼迷惘星被雛迷弄掉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在2006年對行星座的定義 我們以前喔 因為歷史的錯誤 我們本來以為迷惘星很大顆 八八牆非常的小顆 它可以略起來要小一點點 很小顆 軌道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都差不多差不多同個怎麼樣 就是非常的歪 它在類目的那一邊 可是非常的小顆 可是密度又跟類似行星不一樣 類似的密度大概有4到5 最小的火星有3.9 接近4 它只有2 它只有岩石沒有金屬 所以你怎麼數都跟別人不一樣 要怪它 很怪你 所以早就有人想把它幹掉而已 但是上一次有人想幹掉它的時候 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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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沒有成功 發現寧王星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庫婆帶 可是後來我們知道有庫婆帶 所以早就有人懷疑 寧王星只是庫婆帶租天體的集中之一而已 它不應該當作行星 可是當時還沒有成功 但是呢 美國紐約 希望2000年開幕的天降廳 就只掛了八大 就好冥王星也幹掉了 這在美國一個小風波 小學生有發起搶救冥王星運動 為什麼要搶救冥王星 因為冥王星是美國人的驕傲 天王星不是美國人發現的 海王星也不是美國人發現的 但是冥王星是美國人發現的 這顆行星是我們美國人發現的 就是我們美國人的驕傲 你把它蓋掉了 它心中甚為不爽 我的行星就讓它被拿掉了 它讓它不開心 所以呢 有搶救冥王星運動 可是呢 後來就不行了 2003年發現一顆星 當時佔名為奇納 但這個星的命名要經過國際天文學聯合文 最後命名為俄理斯 中文翻譯作細神星 因為那個俄理斯是一個吵架的神 所以中文那個細嘛 兄弟細牆 那個細就是吵架的意思嘛 反正就是細神星 這顆星 有了這顆星就麻煩就大 為什麼呢 它比冥王星更大顆 你如果冥王星能夠叫行星 那我當然更有資格叫做行星囉 所以當時報紙上有寫說 我們發現了第十顆行星 那你把虧人家逼到一個地步了 到底什麼叫行星啊 因為古之後沒有真的定義什麼叫行星 就英雄苟且啊 古人看金星數月亮啊 金木隨火土啊 你們叫做行星啊 那有個叫啪啪啪啪 叫嚕嚕嚕嚕下來了 行星行行行行 沒有真的定義過什麼叫行星 現在它蹦出來了 厄里斯跑出來了 這顆星到底算不叫行星 我已經知道有庫柏蛋了 我知道它是庫柏蛋的其中一顆啊 那它到底叫不叫行星呢 算不算呢 要把對家逼到一個地步 請你告訴我啊 到底什麼叫做行星啊 就要開會嘛 討論嘛 定義嘛 跟我講啥叫行星 那我就知道厄里斯到底算還是 不算 所以我們就要開會啊 結果開會了什麼結果 就是我剛剛講的結果啊 讓太陽 逗大哥 清乾淨嘛 這樣算不算 很抱歉 厄里斯你 不算 啊 對不起 迷茫經理耶 不算 迷茫經理不算 其實這個會議正式結論出來之前 我當時看報紙 大部份報紙都寫都是啊 我們太陽系將有13顆行星 12顆行星 所以當時它的遠行星數目會變多 結果只有看會都是變少 從9顆變成8顆 所以呢 因為我們的偉大的 可愛的 喜納 厄里斯的關係 第一個科學家要面對現實 你要告訴我什麼的情況叫做行星 大家開會討論完那三個條件 讓太陽夠大顆 精乾淨 這樣看下去之後 204你不夠資格 抱歉 迷茫星你也不夠資格 這樣就被幹掉了 所以迷茫星就被屏除在行星的行列之外 我們就從9大變成8大 這就是為什麼迷茫星會被弄掉的原因 就是在這樣 就這樣子 OK 那麼後面還會再談一下 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沒有做了別的動作 我們後面會再跟各位說 OK 謝謝 謝謝